钻的是电梯胶箱的操纵盘 4.2毫米的钻头 钻完之后再用宝塔钻头扩一下 这个读卡器就可以从这穿过去了 把这个仰角螺丝先拆掉 这个线呢从这个孔里穿过去 先不要固定 先把它放正 拿个笔做出一个记号 然后怕它这个膜要把它去掉 不然你沾膜上也不行啊 读卡器上也自带不沾胶 把这层纸呢拆掉 拆掉之后呢 直接把这个粘上去 然后后边螺丝上击就ok了 插头插到对应控制板的插孔里 然后把里边的线稍微用扎带扎一下 具体怎么接线的啥呢 这个不用接线 接接原线就行了 然后那个按键那个插头直接就插上去就行了 很简单 可以翻我前面两期视频 详细介绍过 供电取得这上啊 这个显示板上24V下来 从这里这根线直接去啊 负极是棕色 然后正极是白色 直接接上就行了 它就四层 然后一楼那是基站 还不用控制 所以说就插三个插头就行 这种是免破线的 然后假如说得破线的话 那就稍微麻烦点 剪断 然后串进去 粘胶布 这个直接插头一插 咱们试一下 按这个二楼 看现在是不管用的 然后呢 咱们刷一下卡 这时候就可以了 你看 亮了吧 咱们 再继续一张吧 行 Bet 咱们试一下吧 先 connects接iger了吧 去吧 咱们试一下 按这个噓啊 前面iant所得 暗快 咱们试一下 咱们试一下吧 大家好 谁说的呢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咱们试一下 咱们试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用户糕 咱们试一下 再登场 再替一下 和我们再开玩 咱们试一下 那时候呢 走在这时候 看起来去了 怎么试一下